好,我们接着上了个机器往上讲 来,我们先跑一下 上了个我们讲到 我讲了这个地方 是不是start位置 这个集中导航 然后设置一个添加到地图上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效果 好 我们可以看到地图移过来了 移到我们的深圳这个地方 深圳的时候 我然后添加导入线 等于说也到了这一步了 最终是到了这一步,对不对 好,添加导入线之后 我们开始要走代理了 其实就到了我们上几大课讲到的 关于那个什么 添加复格物的差不多了 一个代理 我们要找到这个代理方法 这个对不对 然后这里的话 我们肯定是 现在要创建的是什么呀 PlanLine类的是不是 NaveLine NaveLine NaveLine的吧 它肯定是 MkPlanLine MkPlanLine 对不对 它的创建是MkPlanLine 它要传一个PlanLine进来是不是 那我们肯定就传这个overlay 强转成MkPlanLine 对不对 创建一个NaveLine 这个我们之前都讲过的是不是 创建Line 之后我们对Line 设计一些属性 对不对 这里我们设计一些 什么 首先设计一个NaveLine 它有个StrokeColor 我们这里是Ui PlanLine 没有什么RodKanLine 这也可以 设计分割线 也是 就线条 也是 什么 路线 线条 也是 好 一个宽度 我们对 宽度 这个设计 NaveLine DN 叫什么LineWise 好像 对 叫LineWise 我们这里设计5吧 好像没有了 直接返回就好了 好 我们跑一下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地图1 我来 诶 可以看到出来了 我们想要的结果出来了 看地图上渲了来一条红色的线 弯弯曲曲的 我们看一下它是不是到了北京 我们是起点深圳 我们最小话最小 我看一下 好远的 没错 它是到了北京 对不对 等于说我们这个初约的导航系统 等于说 基本上 就可以完成了 那为什么这个导航系统只有一条线呢 我们说过了 其实在这个 在这个地方啊 我们是取了 当前的第一条线路 它查找了 系统查找第一条线路 其实到深圳到北京 那线路有很多 不止一条的 有还有很多条 但是我们在实际插入中 这里要做一个处理 所以我们这里的话就只做显示一条 好 这是你还记不记得 我们之前好像在这里加了一个大楼针 对不对 它为什么没有选择大楼针呢 大家思考一下 对 我们没有走代理 对不对 大楼针我们并没有 对大楼针这个 没有做代理 对不对 好 我们现在做一个结合一步 上面比较完善一步 我们还要把大楼针给显示出来 这里就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东西了 我们这里就不去复用了 因为只有两个大楼针 那我们怎么去做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东西呢 我们这样子去做 P-Mule 我们之前是继承着mk annotation annotationMule 对不对 这个对不对 那我们这里不这样做 我们不去定义图片 我们调用系统的叫什么 这个东西 我们用这个去做 我们这个要怎么 还是一样的 复用吧 还是复用吧 嗯 能够复用器就算了 还是规范一点 然后这里的i 登帖 是什么 那是卷 他就这样拿出来会报错的 这样拿出来 系统不让你过会报错 那我们这里 这里怎么弄 怎么弄一个 他不报错呢 那我们直接这样子 他因为他拿出来 不知道是一个位置的东西 对不对 本来他默认拿出来是一个mk 的特训Mule 那这样我们把它强转 在mk PinMule 那这样的话 拿出来 这里 就可能会是一个空子 这里一个空子 我们还是要加个问道 这个s 我们也加个问道 为什么呢 我们先复个问道 先这样 我们再几拳 那是有问题 我们再几拳 annotation 买本体 然后我们这里加个 好 这样 好 这样之后我们这里要加个判断 怎么判断呢 annotation.title 我们直接设个title是设的什么 出发点title 我看一下出发点上的我们设的什么 就叫目的地和出发点对不对 那我们把它拿过来 我们这样去设置 我看这个pin color到底是什么 所限 看它是一个mkpin color的一个 所限 我们叫green 靠过来 直接背着我们等我会写的 好 我们之前呢 再设一下 我们之前是也是这样写 但是我们这个pin view是mkm 然后做一个复用 我们并不需要让它强转 对不对 然后为例的时候 我们实力化也是实力化mkm 投行view的一个实力化 然后最终这里要设置什么隐秘局啊 left right 泡泡之类的设置 那现在我们不去 我们直接用系统的mkpin 特行view 其实这是系统自己去定义的一个 另外一种view 这个view是什么 这个道路就可以定义 可以多加一下颜色 看这样的话就可以添加 大头针 颜色为绿色 设个为红色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这个大头针 那里为出发点的话 我们把它设置为红色 是目的地的话 我们把它设置为 不是 出发点我们设置为绿色 出发目的地 我们设置为红色 对不对 然后上面的话 之前还和之前差不多 只是这里用法变了 之前是我们在这个n21 目标上去自定义custom 现在是我们用了系统 给我们定义好的 多色变化的大头针 好 那我们最终来跑一下试下 深圳 香港吧 香港就上海 香港太短了 来我们可以稍微等一下 来 我们现在并没有看到大脑针出来 对不对 我们是不是有地方没有加进去 那我们先没管 我先看这个导航对不对 香港到上海对的 搞出来 没错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大头针的复用的时候 我们这个大头针有没有加进来 我们指生命了这样一个大头针 并没有往地头上加 对不对 那这里的话 我们还要 对这个大头针一定加进来 因为这个是在b包里面吗 是在b包里面 所以我们这里要 点mapview 点add annotation an 添加大头针 这就会同样适用 好我们跑一下 很有意思的事情就要发展了 我们看到 深圳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了 出现一个绿色的大头针 是我们当前的位置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上海 我们放缩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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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上海 是个红色的大头针对不对 这样说呢我们就可以说整个 我们想要的一个粗略导航导航 然后这样我们线路图啊 我们基本上就可以做出来了 然后我也让它更精确一点 我们有没有想过 有没有想一下 怎么让它更精确一点 就是我这物理在移动 比如这个大路针 这绿色大路针是我们出发点 对不对 它在移动移动移动过程中 我们怎么去做到这个 线路图重新改变 我们这里可以结合我们的定位系统 就是发生50米之后 我们重新发起一次定位 然后通过这个定位系统 随时去得到我们当前的位置信息 而我们这里的最终 我们在解析的时候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反编码的时候 我们当时第一步是取得了 我们start text file的反编码 对不对 之后我们每次进行反编码 是以我们当前定位到了信息 进行反编码 不需要再通过这个方法去传输制服创 我们直接把我们最终定位的信息 的一个location传进来就好了 这个楼信传进来的时候 传进来的时候是 传到这个地方 是一个place mark 得到一个place mark 得到一个设置的一个目搜导员 叫什么resource 这个地方对不对 我们通过这个地方 不断的定位 不断的定位 定位到这个地方 把这个定位到的信息 换成一个mark 传进来设置的resource 这样的话就是你 只要你一定 在不断的运动过程中 然后是不断的去刷新这个 线路图 这样的话就可以做了一个 动动态的一个一直更改 导航的目的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结合那个 我们的定位系统 做出来的一个导航 所以说导航是相当耗电的 然后我们这里 因为是做导航 我们其实这个地图可以 地图的标准 不是 我们在做定位的时候 说因为我们要做定位的时候 是吧 sell location它有一个标准 我们要选择导航 那个模式 就可以了 量是相当耗电的 但是清缺度会很高 也就是说总体来说 其实就为了做到导航系统 实际开发中 导航系统能准确一点 我们会结合定位系统 然后导航线图和地图系统 做一个综合的应用 这样才是我们真正三个应用所需要的 然后这个的话 我们做了这个是比较粗略的一个导航线图 好到了这里的话 我们等于说就是说整个我们一个学习 学习过程的这个是地图开发一个过程的 走到这一步能做到这个 基本的这个粗略的一个导航图啊 等于说就是说 整个地图开发知识点差不多就结束了 那之前的话有同学反应可能有些 在定位那一块的时候 针对IS8定位啊 模拟器的定位可能 没有涉及涉及到假 有时间的话我会做一个 之前没有就是没有太完善的地方 我会把它完善一下 好这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